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炼成和医师长两人逃出 其中韩炼成还是由解放军秘密放回去的 这一仗非常有意思 2月15日解放军歼灭敌第七十七军后 敌六万大军立即开始撤退 可是敌前线最高指挥官李先舟中 将率领第二隋境区前进指挥所 率部一撤到吐司口就陷入了解放军的包围中 再也不能跋身 可是久经战争的李先舟并没意识到 自己以为包围满脑子还是一日前王耀武所言的撤退 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炼成后来回忆 尽管当时情况十分严重 然而真正能够认识到这是灾难而不是撤退的 只少数几个人 意识到已被包围的六万大军二十五个将军中 只有几个人意识到他们一生韩炼成 本人一是他手下要求三师长萧重光 还一个就是韩炼成军部的作战科长邱和声 六万大军如此多的将军 只有三人明白自己的处境 是不是很搞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主要是这些将军们根本没把解放军放在眼中 二月十九日晚 解放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二十二日 市长萧重光怒气冲冲来找韩炼成 说军长要撤应该早撤 现在已经被共军包围 能够撤退吗 倒不如固守营武为有力 结果他被韩炼成训斥了一顿 固守要有凉弹 你有凉弹吗 把这么大的部队密集在营武城关 共军一顿炮火 会不会就要全部完蛋 他的作战科长邱和声 也意识到大军已经被包围 于是提出建议说 田师长既在和装备间 当然不能走博山 土司口曹氏之为末解 更不能走济南 如果继续冲向土司口 正投入共军挪瓦 不如将错再错 一个军向东冲 一个军向西出 出敌不易 总可以冲出一步 否则不堪设想 韩炼成是中共潜伏人员 他自然不会同意邱和声的意见 也没有向李仙舟 韩迅七十三军军长等人反映 而这时 李仙舟 韩迅还都认为 周围之敌都是土八路行动 此战如果说有意思的话 不仅在于六外将士 只有韩炼成三人意识到已被包围 前途难料 还在于随后的结局 这三人都没有料到 韩炼成后来回忆 在当时的估计 无论是死时活一定有场恶战 然而恰恰相反 数小时内就结束战斗了 三个人都是明白人 都认为 接下来必有一场恶战 可是 战斗之快 歼灭近六万人 解放军只用了区区几个小时 这却是他们万万没料到 他们为什么料不到是如此结局 战后 白虫洗气脑的对王耀武说 就是五六万之鸭 捉起来 三天也抓不完 这一战 国民党最高前线指挥官李先舟 和二十名将级军官 共二十一名将军被俘 在混战中 萧仲光手下两个团全部被打散 他本人负伤 最后只好坐在地上 等着解放军前来束手受勤 在二十五名将军中 两人在战场被击毙 韩炼成和医师长逃回南京 战斗结束后 第四十六军参谋长杨在摩回忆 是夜半时候 进入间房子 一看见四十六军的将官都在一块 同时还有第五十一军三个师长 李不清 李王唐 李树轩 大家都为我的健在而道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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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监